天柯兩位 中部的歡喜來到這裡中心 這禮門剛做臨完就先幫中部的牛體溫小豆 阿公老子 來 胸口 來 阿幫你打燒 來 好 沒燒 來 阿手 來 阿手小豆 好 阿姐手 好 揉到來 會和政府的鳳爺的各位 好向臨中心修學院落書揮好上課 鄉長主演中第一時間也來到臨中心 關心中部的上課的前現 你不把他揮一個 你不把他揮一個色 你不把他揮一個 看這個蟑螂 你把他揮紅的 你就把揮這個 揮這個 揮這個 鄉長表示 日前期間很多家屬看到他 都在關心臨中心什麼時候可以揮好上課 在了中部可以來受照顧或是以外 最主要的是有些時候要上班 不可以放心是在士林中部的自己在處 開始會和上課也讓家屬安心很多 我們福星鄉秀河日照中心 今天正式開幕因為解封了 正式我們的學姐老長輩 全部都可以到我們日照中心來這邊來學習 在於我們聽說要解封了 我們鄉公主也特地到這個地方來做一個消毒 來迎接我們的長輩 這段時間因為休息了兩個月 我們這些長輩在家裡都很悶也很慌 剛才我都會告訴鄉長日照中心什麼時候要開放 所以說他們都很期待能夠早一日早天 早一日能夠到這邊來學習 然後來自己一起來聊天 來這邊休息 他們都非常的期待 很感謝我們那個秀船日照中心 在解封之後馬上就打電話 請我們這些長輩到日照中心這邊來休息 然後這邊共同來學習 這是一項非常得了我們鼓勵 我們大家都很高興 雖然會和上課 但是中間必須要坐過以後 而且坐過14天才能回到上課 沒有坐過以後的中間 也是沒有14天的 只有能夠到過上課 那現在疫情趨緩開始恢復上課以後 我們是安排有打完疫苗 而且滿14天的長輩回來上課 那第一天總共是有9位的長輩回來 那也有兩位是新進的長輩 之前沒有來過 他知道福星鄉有這麼好的一個日照中心以後 有兩位長輩也在第一天的時候 就加入了我們的日照中心的課程行列 那下個禮拜陸續會有一些 滿14天的長輩會再回來上課的部分 那針對有一些長輩 因為健康因素沒有打疫苗的 我們也安排了視訊的課程 有一個雙向的互動 那每天早上跟下午都各有一堂課 那這個視訊其實是從疫情一開始 我們就持續的辦理了 到現在已經辦了60天左右 那超過100場的這個活動 那讓長輩其實停課不停學 那長輩現在恢復來上課以後呢 我們也會遵照中央還有衛生局的所有的防疫的規定 包括全程戴口罩 保持1.5公尺的這個防疫的距離 那我們也固定 一天都會至少有很多次的一個消毒 讓長輩是在一個非常安心的環境之下來學習 你自己學這個是什麼 學這個就... 有啦 有啦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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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當下上課中部的都很開心 來這裡上課不然有伴 也還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日子過後又比較積極 以前都沒辦法出門 這樣出來這樣比較無聊 現在沒辦法出門來 不然的話 就這樣 就這樣吃不吃 有時候學出門去 就這樣好 鄉長這次 為了可以用著中部的檔案上課 公送也提早做好環境消毒 希望中部的都可以開心 而且安心來學習 新中華西姆綽娘簽福兄 蔡宏博德